接触是有关税务的消息 家里市政府税务协表时 近来欧阳来土地区大情收 已经进入土地点高改团 对欧阳来土地区大情收土地地界税 有减免有费 未必客人空地税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家里市政府税务协表时 近来欧阳来土地区大情收 已经进入土地点高改团 土地所有团人 定量靠电话来顺问 有关土地区大情收 属地的地价税是否有减免有费地价税 税务协表时 区大情收范围来土地 在办理期间到无法经济 也只是不等为原本修用 地区无收益者 其地价税也只是电池全面 办理完成后自完成一期 其地价税也只是电池减免情收两年 去段征收的土地 是不是有减免地价税呢 那本局在此特别说明 区段征收的土地在征收期间没有办法使用 那地价税跟填付是全部免征 那区段征收完成之后 地价税减半征收两年 那也就是说 湖子内区段征收的土地 如果在105年区段征收完成 那106年跟107年就低价税减半征收两年 108年就恢复科征低价税 水部局表示 蜂子内区段征收范围来土地 如果在105年尖高完成 中逐106年去减半征收两年 你在108年去 会合客人低价税 支付特别提借 假期市不开仗 抗体税的規定 也就是说 欧阁来区段征收范围来土地 无论有建设所用 都不会被客人抗体税 民众如果需要 这一步了解地税税上观察人 可以借顺税不救 众的信心为你何不 谢谢新闻 赵米棟 各期市 彩虹报当